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北戴河会议呢 应该现在成为了全球各大媒体都瞩目的一个会议 本来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我印象呢 我现在能记得 我印象在我很小的时候 因为北京人呢 大多到鼠天的时候说 家里或者朋友 同学能够有机会到北戴河玩一趟 那算不错的事 特别是家里要穷点的 就像我们原来羡慕其他家庭说 有爸妈带着孩子上北戴河游泳去了 去了三天 去了一个礼拜 那心里就是老不是滋味 因为咱爹咱妈没那能力带着咱去啊 所以呢 曾经很 上小学的时候 复杰街小学啊 跟那个中南海戒饼 就对门 几乎是对门 上小学的时候就想着说如果上中学 自个儿能够自立的时候呢 就跟朋友去上北戴河玩一拳 这是当时我印象很深的 而在北戴河呢 我们那时候就知道呢 毛主席一到七月份夏天的时候 属服的时候就上北戴河游泳去了 这是想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呢 现在想起来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毛主席一到夏天就去北戴河 大概北戴河会议呢 其实就从跟中共的历史 中共政权内斗呢 紧密的相关 一直延续的 到了邓小平 其实依然如此 那到邓小平之后呢 北戴河呢 就进行了很大的改善 我们印象挺深的 那时候我们去北戴河游泳的时候 后来这二三十年都没有了 我二十多年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北戴河 大概是八几年 那已经觉得那水很脏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别墅的后面 它圈起来 用栅栏拦起来 人说那个咱游不过去啊 为什么呢 那是人家领导游的 说这房子 这别墅谁住的 那别墅谁住的 老百姓底下之间就传着 那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的 大概就是这些 但是北戴河呢 确实有很多一个一个的别墅呢 我看过的报道是三百多个是七百多个 反正有几百个别墅吧 大概在北戴河散去 那这些年是不是建立的更加的奢华了 我觉得很可能 很正常 很正常 它会建立的更加奢华 但是北戴河会议的内涵就是每年夏天 中共真正全力打斗的时候 它在集中在北戴河呢 会表现 如果我们换个老百姓的话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它不是正式会议 可是呢 活的 除了死了的 活着的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就是曾经的 或者现在 反正活着的 包括一些省部级干部 他们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去北戴河 一家子一家子去 然后一开始 一帮人就开始串联了 对吧 跟他们家喝啤酒 跟他们家烤点肉 上他们家干嘛去 就得传呼啊 传呼到一块儿 矛头对着谁 北戴河会议就是中共最高层宫廷内斗的 一个直接的较量的每年一次的机会和时间 有人上去 有人下来 也换咱老百姓话说 是中共最高层彼此下家伙的时候 那正是今天呢 又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也意识到中共所有所谓十八大之前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说了那么多文章 大家就会看到 没落听 还胡牌呢 没落听 对不对 听都没落 还弄一条龙 摆什么一条龙啊 屁胡都没落听 什么意思 所有的事儿 今天没结果 都要等着北戴河会议 有可能不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有结果呢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不到最后一分钟 你不知道谁是死 谁是活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会盯在北戴河会议上 应该是纽约时报有篇文章 直接提到 他也提到北戴河会议本身的意义 那被人家翻译成中文了 中文稿的文章题目这么说 安全警戒全面上升 党内老人北戴河宫廷密谋 那上面他引述的照片呢 这是当时照的一张照片了 他直接讲说 这个照片里我们看到的穿着黑色丝绸衬衫 配着短裤的老年男人 在几个年轻人的这个搀扶之下呢 到叫做Kinslin 叫做Kinslin这么一家餐馆呢 去用餐 这家餐馆呢是澳大利餐厅 他讲说他坐在阳台上 点了个冰激凌 告诉同伴说 这是城里面最好的一家 至少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家 那这就是描述了 而这个人是谁呢 说是周恩来的一个亲戚 什么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那他上来西方人写文章呢 都是这么写 表明了北戴河每年夏天 接待的就是中共最上层几百个家庭的这些老人 这些真正掌控实权 对十几亿人有影响力的人 那至于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力呢 那咱就不得而知了 本章接着讲说 在任何其他城市 甚至北京想遇见周恩来的亲戚 都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现在如果在盛夏时节 你到北戴河去 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你可能真的能够见到他们 因为每年夏天 共产党的老人们及其家人 都会聚聚在这里面 八卦游泳用餐 塑造着这个城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未来 靠这几百个家庭来掌控着 来引导着我们 所以这就我一再讲说 这是个控制的社会 这个控制的社会 就决定它是扼杀人性的 控制的社会 就决定了它没有自由的 控制的社会就决定了 这个国家是这几百个老人的 几百个家庭 不是咱们的 文章里直接描述讲说 这个地方是宫廷密谋之地 他们带着警卫 他们住在警卫保护的别墅里面 现在和过去的领导人都将商讨 试图在党内最高的核心权力 25名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当中 安置他们的盟友 对今年而言 那这个结果将在十八大上宣布 所以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也认为真正十八大出来 就是走过场 而十八大前面 真正刀枪剑你俯跃勾叉的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玩拳玩腿的 玩匕首的 或者是豁出去扇大嘴巴的 你使什么招都成 但是所有的招都要在北戴河会议上 用完了 那接着讲说 北戴河这里是派系斗称 达成妥协和做出决定的一个地方 这实际是当地的一个居民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 他讲说 在十八大上 其实就是举举手了 那就是瞎掰了 给老百姓看见的 都是假的 老百姓看不着的 那是真的 文章非常有意思的 他提到 其实在北戴河 依然有着一种红色的情怀 他说在丘陵的街道或者公共海滩上 挤满了赤膊上阵的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家庭 但是真正中共党的精英们却躲藏在他们自己的别墅里面 享受着专属的沙滩 而在那家餐厅附近的一个钟楼上 依然雕刻着毛泽东的经典诗篇 东方红 这就是他讽刺的意味了 这里他也提到 实际他们专用的沙滩都被隔开 专用的沙滩不关沙子上被隔开 就在连水里面 我记得我碰到过 在水里面他都安上网 那外面的人是不能游进去的 不能游过街的 他是安上网给挡起来的 有人说叫什么防沙网 防止鲨鱼的网 防这网防那网 谁都没防 防咱老百姓的 人家国家是人家的 人家想圈哪就圈哪 文章紧接着介绍说 最近北戴河的这种检查安全的这种警卫的这种迹象 明显的上升 北戴河非正式的会议大概在7月底开始到8月 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国家总书记的时候 曾经下令党和政府办公室 停止北戴河夏季谈判等更多的这种正式的运作 他说据说江泽民对此事非常恼火 就继续在这里与他自己的盟友密集交往 一些学者和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个美国的国务院的电文显示 2007年胡锦涛曾经在这里参加过一个秘密会议 当时是为中共十七大铺路的 他就讲2007年是十七大 那当时争持比较厉害的呢 实际是在周永康身上就争持的比较厉害 那原因包括李长春争持的也比较厉害 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是胡锦涛还是输了 那他自己呢 当时按照他的电文说 当时是江泽民这个派系呢 包括曾庆红呢 都曾经在北戴河密谋 那后来出现的状况呢 就是胡锦涛不得不到北戴河来 跟其他的人来协商 来如何达成2007年 就是这一届九个常委当中的真正的人选 文章里也介绍说 应该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 所谓北戴河会议成为了今天的样子 但是呢酷爱游泳的毛泽东 曾经呢就非常酷爱到北戴河来避暑 那他在这里就经常开正式的秘密会议 而邓小平也把会议制度作为年度化 因为据说他也非常喜欢游泳 而当时的所谓的这个林彪事件呢 恰恰出事的地方呢 也是在北戴河 当时林彪他们林立国他们是在北戴河 密谋知道一些事情之后 他们才决定跑掉 那文章从林彪这直接转述到这个薄熙来这件事情 他说到今年那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图谋谋反的这个薄熙来丑闻 让今天在北戴河会议将要开会的 中共的活着的大佬们就更加的头疼 因为整个市局变得更加的复杂 到现在没有结果 所以他就讲说其实今天中共的最高层 他们经历的应该是历史上极其困难的时期 这个困难的时期就是如何包括如何决定这个薄熙来本身最终的结果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独裁的体制没有独裁的人物 那在这种事情上他就确定不了 而当没有独裁的人物的时候呢 当权者呢又去维护着共产党独裁的体制 就像胡锦涛又去维护着共产党独裁的体制 这就是我说的 自个儿捆自个儿 自个儿给自个儿裹小脚 那就没办法去面对真正的共产党人 邪恶的薄熙来 应该这么讲 无法面对真正的共产党人邪恶的薄熙来 所以他就出现麻烦了 所以薄熙来他真正其他周边的人呢 胡锦涛又不太敢直接挖下去 直接去碰 而那些人呢 也就看准了胡锦涛的软肋 所以就扎他 这就是反过来 我们老百姓看到的 就是北戴河会议 不会就很难 没有人能够看出北戴河会议 将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文章里也提到 在谈判过程当中 每一个政治局的常委 至少在理论上 对确定其位置的继任者呢 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而已经退休的幕后的党内元老们 有时也掌握着更大的权力 他这里他就提到江泽民 那江泽民似乎是死是活呢 我依然我个人依然认为呢 他歇菜了 真正用江泽民民意的人呢 应该是曾庆红 所以应该是用江泽民民意的曾庆红 胡锦涛和继任者习近平 应该这三方是这次北戴河会议的最大的角力者 文章再次提到呢 政治局常委呢 有可能再改回到2002年以前的七个人 而不是九个人 那如果这么改下去的话呢 直接被影响的就是主管宣传的 李长春的这个常委的位置 和政法委书记这个常委的位置呢 势必都将被拿下去 文章里最后就提到一个所谓党内民主的问题 现在所没有强权的人物 就出现了所谓党内的民主的问题 但其实这种党内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 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 共产党内部最高层内部 不可能团结为议题 不可能有一个中心 所以他就一定强调一个中心 但是其他的人又想争取自己成为这个中心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和谐 内地却真实的那一面 却是真正的下刀子下狠手 所以文章后面也提到说 这些辩论和生活在北戴河的 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却非常的遥远 然而这里却闲聊着政治 在被围起来给党的领袖们 专用的沙滩旁边 是一片为地方官员预留出来的海滩 那里一个穿着游泳裤的退休的官员 指着马路对面的别墅说 那些党的领导人们的子孙 通过国企内的腐败行径 已经赚了太多的钱了 实际上现在党的领导人们来这里度假 拒绝下海 因为水已经完全被污染了 普通的老百姓在污染的水里面游泳 而这些领导人却在游泳池里游泳 最近刚刚在北戴河建立了一个新的游泳池 而不是淡水 是把海水引进去 把海水引到游泳池里 保护起来去游泳 我想了一个词 你说在那里头游泳的是什么 只有一个词 王吧 我觉得才对 或者叫甲鱼 因为养到一定程度 可以给它切了脖 炖汤和大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